在这期节目里介绍甲义的过勤论 李伯奇写稿 论文而被称为艺术品的实在并不多见 而甲义的过勤论却是史论在文中的朱基 千百年来它之所以为人们传颂不绝 并不只是因为文章所说明的道理 还因为它具有富丽的磁彩和感人的艺术历 甲义生于公元前201年 死于公元前169年 死的时候只有33岁 虽然它一生极为短暂 但它却是一个桌有建树的政治家 见解深刻的思想家和富有文采的散文家 它18岁就以国学善文著称 二十岁就被汉文帝交为国事 充当皇帝的顾问 不久便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副 张管瑞 在汉庭应答主队 对当时的政治设施多所建 过勤论便是此时的作品 过勤论是一篇史论 是甲义开创的一种文体 过勤论 论的是秦的过失 总结了秦王的历史调识 但是作者并非单纯论史 而是通过律史来访御 判出的政治现状 所以过勤 实际是过汉 汉文帝时期 是封建时代的所谓圣史 这时由于秦末衰弊的社会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 社会呈现出繁荣的迹象 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 统治阶级中 银齿之俗 日日已展 权贵豪门 大量侵吞农民土地 逼使农民破产流亡 乃田宅玉子孙 以至义子而咬其骨 同时 刑法科众民不聊生 汉文帝外有轻刑之名 内食杀人 表面上废除肉刑 实际上只是改换一些杀人的名目而已 科众的压迫剥削 和哭孽的刑法 使秦秦矛盾 日见激化 而汉文帝周围一些权贵 却对此视而不见 麻木不仁 说什么 国家以安以治 这使得 还有改革时政报复的假意 深为不安 未来向汉文帝 说明政治形势的严重性 他从关乎汉王朝 兴亡的角度 写了著名的陈正氏书 又名治安策 从正面 论兮实施 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同时写了过勤论 通过论时讽育 委婉婷 委婉的批评 委婉的批评当时的政治 用秦王朝灭亡的教训 震荣发聩 以引起汉文帝 与上层统治者的警觉 过勤论 缘分上中下三篇 彼此关联 又可各自独立 而上篇 尤为人们所传送 我们在这里只介绍 过勤论上篇 作为一统天下的秦王朝 虽然在历史上 仅仅生了十五年 但它由一个诸侯小国 惨淡经营 和一个强大的国家 并进而统一全国 却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这样一个根基雄厚 统一强大的秦帝国 为什么只经过短短的十五年 就被一个故农出身的陈胜 率皮散之族 将数百之众所推翻呢 文章开始 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追溯到秦孝公时代 从任用商鞅变法 开始强大写起 秦孝公 具小寒之故 拥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 而窥州市 由席卷天下 包局与内 南阔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 当事实 商君所知 内立法度 户户书更之 修守战之巨 外连横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 秦人拥守而去西河之外 小山的名字 汉就是汉谷关 小汉都在今河南省 雍州 古代九州之一 包括今陕西甘肃梁省 和青海的部分地区 周市 是周王朝 八荒 是极遥远的地方 在这里 它跟天下 与内四海的意义相近 西河之外 是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在孝宫以前 秦国因地处偏远 习俗落后 不为东方和诸侯国所重视 由于秦孝宫任用商鞅 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封建改革 秦国才迅速强大起来 文章用 拒 拥 手 亏 四字 十分传神地 写出秦拘手显耀 而亏似天下的逼人气势 接着用洗褶 包举 囊括 并吞 四个敬意动词 生动地勾画出 秦统治者的勃勃野心 接着文章用笔照和映衬手法 写出秦国势力的发展 继续进一步的强大 孝宫之后 历代君主 蒙固业因一策 也就是继继继续执行 孝宫制定的政策 致使领土不断扩大 于是诸侯恐惧 惠蒙而谋弱秦 他们害怕秦的强大 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广罗各国人才 汇聚天下资财 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 扣官而攻勤 声势不可谓不雄壮 力量不可谓不强大 然而秦一台寒谷官 他们却赦于秦的威势 轻行顿逃而不敢进 结果秦不费一使一卒 便瓦解了诸侯的会盟 并利用他们的弱点 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逼令强国寝福落国入朝 取得了霸主地位 历史上并无九国之师联合的事实 作者所以这样写 说明他并非简单地列举史实 而是集中笔墨 渲染各国诸侯的惨败 以笔照应衬秦的墙啊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秦王朝 使秦强大的顶峰 作者写道 集至始皇 分六十个渔猎 正常客而育于内 村二周而亡诸侯 屡至尊而至六合 只敲铺以鞭池天下 威震四海 南取百岳之地 北却匈奴七百余里 这是说 秦始皇继承和发扬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工业 吞并了西州 东州和诸侯各国 征服了天下 登上了皇座 文中的镇长策 指挥动马鞭 直敲铺的敲和铺 都是墓葬之类的东西 短的叫敲 长的叫铺 玉与内 治六合 鞭池天下 都含有统治天下的意思 百岳是古代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总称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秦始皇有焚百家之言 以统一文化思想 辉明城沙豪郡 以镇压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 然后 聚守险君的华山 以为都城 凭借奔城的黄河 以为护城河 始皇之心 自以为关中之故 金城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之夜夜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如此强大的秦帝国 本来可以既往开来的 然而转瞬之间 以为强烈而深刻的印象 而千禅之徒也 财不及重庸 非有重庸 非有重庸 末底之嫌 逃诸一顿之故 出身第一位是一个被判苦意的人 才能平庸 才能平庸 缺乏民望 也没有雄厚的财力 他的士兵都是披散之所 他的武器 也不过是些斩断的木棒 所谓斩木为兵 但是他反行一棋一举 却硬着云集 广大人民 赢粮而隐存 卑负粮食紧紧追随 是不是秦王朝的地理条件 有变化呢 也不是 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小汉之故 四弱也 一切仍都和从前一样 那么为什么 当年能那样轻而易举的 击破九国之师的秦国 今日却败于那些 因有罪而被贬 掉去手边的 折树之众呢 人亦不适 而攻守之事 一也 是因为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后 向人民施行暴虐统治的缘故 人亦不适 而攻守之事 一也一句 是本文的结论 也是本文的中心论点 假义把秦王的原因 归结为人亦不适 显然是不全面 不深刻的 由于时代 和阶级的体现 他不可能认识到 封建制度本身 就是罪恶的冤手 地主阶级是靠压迫剥削农民而存在的 不管封建统治者实行什么政策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都是不可能调和的 秦王的根本原因 不再与秦的统治方法不对头 而是封建社会 接近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秦的残暴统治 只不过加速了这一矛盾的发展进程而已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甲义作为封建政治家 能够正视官逼民反的现实 并从而得出封建统治者 如是暴政于人民 就可能被人民所推翻的结论 还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甲义这一思想 并不是他对人民特别仁慈 他仁政思想的基础 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因而他总结秦王教训 只不过是希望汉朝统治者 能通过减轻对人民的压迫 来调节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从而避免人民的反抗 稳固汉帝国的统治而已 尽管如此 甲义的主张在当时 还是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 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甲义是汉出最富磁彩的散文甲 而过勤论又是他的代表作 他充分体现出甲义散文 雄俊红四 理切磁畅的艺术特色 读过秦论 你首先会被文章浩瀚的气势 和异当在字里行间的强烈感情所打动 起自下层 具有改革政治抱负的青年政治家贾义 把他改革时政的全部希望 寄托在说服汉文帝实施正确的政策上 因而在文章中 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热情 字里行间已仿佛感到作者心声的搏动 恍如见到作者那种勃勃英气 吹少自如的自我形象 如来浩浩如江河 地然而下 令人不自觉地顺着文章的波澜浮沉 并为他的雄辩所折服 这正是甲义散文的一大特色 过秦论所以如此感人 还在于作者对文章的精心结构 篇末的结论 也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 这种篇末点题的结构方式 有借助于寓意先扬 铺陈排比的表现手法 使文章更富有说服力量 文章为了说明 人意不失而攻守之事 这一中心论点 从秦孝宫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开始强大说起 写道击败九国之事 从取得诸侯霸主地位 写道秦始皇奋六世之渔猎 统一全国 用浓笔大财 极力献染 枯臣把秦强大的形象层层建高 一步步推向顶端 这读者造成极为强烈的印象 然后笔锋一转 写秦王之素 秦王之惨 文事一下子跌落下来 于是 人意不失而攻守之事 一页的结论 自然突出 令人信服 从篇幅上讲 写秦强大 占了文章的大半 写秦王的过程 仅寥寥数语 但前者是虚写 是秦电 而写秦王 是诗写 是正文 写秦强大 意在说明 秦统一中国的根基之深 力量之强 以便突出强调 秦王之素 秦王之惨 过程论的另一个艺术特色 是他的语言 文章大量使用 对象巨型 排比巨法 形成一种自然流畅 明快而错落有志的 抒情节奏 读来富有音乐感 全文用对偶的地方 占三分之二以上 但毫无堆砌 矮板之感 相反 他加强了文章的气势 若敢对偶剧 形成一组排比剧 辗转成文 连贯而下 犹如长江大河 波兰迭起 很有光彩 《贾易大过勤论》 就谈到这里 今天我们对秦王的原因 及其历史较劲的认识 尽管与假意 有所不同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 阅读和欣赏 过勤论这样优美的文章 因为对于我们 假意的结论 并不那么重要 而其艺术造诣 却可以给我们许多有意 一般习世 现在 把《过勤论》上诊 读一遍 秦孝宏 据小寒之故 永雍州之地 君臣故守 以魁州市 永席捐天下 包举与内 南过四海之义 并昏八荒之心 能逝时也 山君佐之 内立法度 勿更之 修守战之巨 外连横而斗诸侯 于是 前人拱手而去 西河之外 孝宫寂末 慧闻五招 闻故业 编一策 南雪汉中 西举巴蜀 东哥高于之地 守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 惠蒙 而谋若倾 不爱争气 重宝 肥饶之地 已至天下之士 何宗地交 相遇为一 当此之时 岂有梦长 照有平原 除有春生 未有信灵 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 宽酷而爱人 尊贤而重视 与宗离恒 兼寒魏 燕照 宋魏中山之众 于是 六国之士 有宁与宇 有宁与时尚 苏秦渡贺之术 为之谋 其名 昭罪 陈枕 少华 楼缓 改景 苏利 越义之土 通行义 无起 僧病 戴脱 泥粮 亡辽 田济 连波 赵舍之轮 至其兵 常以十倍之地 百问之众 寇官而攻行 亲人开官而言底 九国之时 勤寻论讨 而不敢去 前无王室 遗族之辈 而天下诸侯 以困义 于是 宗丧约解 整个地而入寝 前有余力 而至其必 追往逐北 浮尸百万 流血飘鲁 阴厉成殿 在各天下 分裂河山 强国潜伏 弱国入朝 业绩 孝文王 庄乡王 享国之日前 国家无事 即使皇 奋六世之一殿 正长策 而育以内 尊二周 而王诸侯 吕至尊 而至六合 只敲夫 以鞭持天下 歸震四海 南渠百月之地 已被贵贫向罪 百月之今 俯首续境 尾面下 乃是蒙田 北筑长城 而守翻礼 却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目玛 是不敢 是不敢 万公而抱怨 于是 废先王之道 焚百家之眼 已于前守 徽名城 杀豪郡 守天下之兵 聚人咸阳 萧封地 足以为金人十二 宜若天下之名 然后 剑化为城 因何为尺 至义荡之城 民不测之息 以为故 良将尽努 守要害之处 信臣经足 臣立兵 而谁和 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 自以为关中之故 京城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之夜夜 始皇尽默 于为赈予殊俗 然而 陈设 谋有神殊之子 能力之人 而千禧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庸 非有众尼 莫底之嫌 逃出一顿之父 涉足行武之间 浮起千莫之忠 率皮算之足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勤 斩目为兵 揭竿为棋 天下云极而响应 银梁而隐从 山东好郡 遂并起而亡秦足矣 且伏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小汉之故 自若也 陈设之位 非尊于齐楚焉照 韩魏 宋魏中山之君也 除有其今 非先于勾己 常晒也 折术之众 非抗于九国之师也 深谋远虑 行之用兵之道 非其囊使之师也 然而成败亦变 功业相反 世事山东之国 与陈设夺长邪大 比全亮丽 则不可同年而渔意 然 秦以区区之地 至万圣之泉 找八州而朝同列 百又余年矣 然后 以六合为家 小汉为公 一夫作难 而七妙辉 生死人手 为天下孝者 何也 仁义不适 而公守之事 义也 刚才介绍的是 假义的过勤论 由李博奇写稿 下请不吝